为什么在这次欧洲杯上 英国一个国家却能派出四个代表队参加比赛 英格兰和苏格兰千年的相爱相杀 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们都知道英国全称叫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它由四个部分所主场 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 参加欧洲杯的其他球队 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只有英国里外 为什么没有英国队 而是分成了四个队 分别是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 1863年 英格兰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 随后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 也相距模仿成立了各自的足球协会 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 1904年 国际足联成为 像欧洲杯这类国际性的足球比赛 通常都是以足球协为单位来参加比赛 而一般一个国家只有一个足球 所以我们看到的大型足球比赛 都是以国家为单位 但是英国特殊 它有四个足球协会 而且都是老牌的足球协会 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 四个足球队从此参赛的传统 就延续至今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千年相爱相差 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 首先我们看英格兰 是英国人口最多 经济最发达 首都伦敦所在的地区 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整个英国 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 以前都是以英格兰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 这三个地方的人 不太喜欢被叫做英格兰人 英格里士 外国人以他们打交道 最好叫他们叫做大不列颠人 British 回到公元前55年 凯撒两度率罗马军团 入侵不列颠 但很快就撤退 并没有建立永久的据点 公元43年 罗马皇帝克劳蒂一世 率军入侵不列颠 征服了不列颠的东南部地区 设立了不列颠行程 没有被征服的不列颠 北部皮克特人所居住的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苏格兰 被称为克里多尼亚 此后 北方的凯尔特部落 多次南下进犯不列颠尼亚 罗马的五贤帝之一 哈德良巡视到不列颠的时候 下令修建了一条哈德良长城 以防御北方的卡尔特人 也就是今天的苏格兰人 长城以南 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地区 长城以北 是无法无天的野蛮世界 公元5世纪初 罗马帝国明显衰落 自国不暇 不列颠北方野蛮的卡尔特部落 一次次的南下 新老不列颠尼亚 一度曾经攻到伦敦城下 公元409年 罗马出军全部撤离不列颠 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宣告结束 在公元450年前后 不列颠迎来了热曼人 来自丹麦南部沿海的安格鲁萨克逊人 热曼部落在不列颠岛登陆 并且定居下来 征服了罗马化的不列颠人 1066年 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兰 建立了若曼王朝 也就是诺曼征服 统治巩固以后 英格兰不断入侵苏格兰 面对悬殊的实力对比 苏格兰并没有屈服 而是举全国之力不断反击 在此期间 苏格兰还联合法国共同对抗英格兰 使其父辈受敌 受为难以兼顾 著名的电影《勇敢的心》 就是以抗击英格兰入侵 为背景的一个苏格兰电影 和平的曙光 出现在斯托亚特王朝建立后的 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一次婚姻 正是这次联姻 使后来的苏格兰国王 詹姆斯六世 成为两国的共同国王 两国的统一进程 由此开启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 爱尔兰 四个地区爱恨难分 历经波索终于统一于 联合王国的旗帜下 由你死我活的仇敌 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但平静的表象下 却是暗流汹涌 各地的离心倾向 一直是英国的一大心病 周公屠府天下归心 国家的统一稳定 不仅仅在于版图的合并 更在于国民的认同 然而英国民众在这件事情上 却让政府头痛不已 2014年 苏格兰进行独立空投 虽然有55.8的民众 选择留在英国 避免了分裂 但近半数支持独立的苏格兰人 也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还好有女王 目前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稳定英国的团结和统一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英国人 对于英国皇室的存在 是持有一种支持赞同的态度